提到汽车就不得不提德国,德国汽车性能的优越性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公认的,如今德国汽车又火了,这不,德国ETF公司又研发出一款全球首辆360度转弯汽车。 严格来说,这是一辆矿车,这种矿车不仅承载量非同一般,关键它还能轻松应对各种复杂地形。 这是一款靠电传动的矿车,可以自动装卸货物,别看这个家伙也是个大快途,但它却有着大智慧。 我们都知道,普通的大货车虽然载重能力惊人,但是转弯是它最大的壁垒。 然而德国研发的这款新型汽车能够实现大型汽车360度随意转弯的梦想,这个技能要归功于它特殊的轮胎设计,它共拥有20个轮胎,这样每个轮胎的负荷就降至最低。 最主要的是,这种多排轮胎的结构还能提升抓地力,让汽车底盘更加安全。 此外,这些轮胎还采用了全轮转向以及全轮驱动的设计,让矿车获得了更小的转弯半径,即使坏了一两个轮胎,也不会有翻车的危险。 考虑到矿区的坑洼崎岖的道路,轮胎还设计成了悬浮模式,再颠簸的道路都能开得很平稳。 看到这里,不少网友感叹道,不愧是德国制造,不得不说,在汽车研制方面,德国的确有一套。 好了,本期的一圈科技到这里结束了。